小伙伴 好 好 猫猫猫伴 瓢虫瓢虫 打开刷斥 轰隆隆隆 探险游戏 我喜欢 不知道我们会有什么奇遇 在这场中你们会跟随着瓢虫棋子进入一个个秘境 好了 慢慢享受你们的探险之旅 来吧 正式开启咱们的探险 好的 我来拍第一下 前进四步 我们来到了成语花园 是啊 我们又可以看故事 猜成语 学成语了 瓢虫先生怎么还没来 瓢虫先生应该很忙 他又要经营六星半 又要负责咱们闯关 人人都说 个个都懂 字数不多 故事不少 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猜 猜猜猜 我们刚刚才提到您 说您每天做那么多工作 每次还能准时来给我们讲故事 是啊 您是怎么做到的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 看完今天的故事 你们就会有答案 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 有一天 有一天清晨 森林里的小伙伴不约而同都敢往大走架 他们要去做什么 真好 这个音乐节我都想好了 都该庆祝了 我们去安排主当玩 大家放心 作为音乐节的主办者 我一定会帮助每个小伙伴完成自己的任务 可现在离音乐节只有十天时间了 算上你自己的弹唱表演 足足有四个节目要准备的 我今天来得及 上午给合唱当指挥 下午给毛毛伴奏 晚上给乐队做鼓手 要不上午乐队做鼓手 下午自己弹唱 下午去指挥合唱 晚上给毛毛伴奏 要不上午乐队鼓手 下午自己弹唱 晚上乐队指挥 可是我是音乐节的组织者 也答应了朋友们 看来我还得重新安排一下 我再等一等一下 已经中午了 大嘴 今天就练到这里吧 下午你还要帮忙吗 你总得出午饭休息一下 没关系 今天大家进步很大 咱们抓紧时间再练一遍 毛毛 咱们可以开始了 好嘞 匀子 橙子 橘子 柿子 利子 利子痢子 陶子颜色最美丽 原来还有这么多空隙时间 小针跑一圈 大针走一格 一个小时过去了 抓紧时间别蹉跎 大嘴 你太厉害了 帮大家排练就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了 自己还能准备这么棒的节目 是啊 你是什么时候准备的 对 我看过你的日程表 时间都被占满了 不会是牺牲了休息时间吧 我们是不是把你累坏了 我把每天的时间都做了安排 上午吃早饭 然后做合唱指挥 中午吃完午饭 然后去给毛毛伴奏 晚上吃完晚饭 再去做乐队鼓手 你们看 这些彩色的时间就是我能利用的碎片时间 早起一会儿 吃完饭和排练间隙等等这些时间加起来 已经足够我练好自己的节目了 这还要多谢毛毛给我的灵感 大嘴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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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根据刚才故事里 大嘴管理时间的方法 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 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 猜出正确成语 即为闯关成功 这个我来 我想到了 好 那你先说 手忙脚乱 大家都需要大嘴的帮助 把大嘴忙的手忙脚乱的 这个肯定不对 最后大嘴很好地分配了时间 他用的方法应该叫 心灵手巧 我帮大嘴把荷叶拼上的 我是不是很心灵手巧 毛毛 怎么猜着猜着就变成夸你了 对 夸大嘴 分秒必争 这个有点靠谱 朴虫先生是不是分秒必争 很遗憾 不是正确答案 看来还是想错了 大嘴把分散的荷叶拼成了一个完整的表盘 哪怕是一小块时间都合理的利用上了 你们再想想 这叫做什么 让我好好想想 我觉得那个成语应该就在嘴边 你看 沙漏快露光了 飘虫先生 您就稍微给我们一点提示 好吧 请从这十个字里拼出正确的成语 我看到了正确答案了 你来 你快选出来 剑缝插针 恭喜你们 闯关成功 大嘴 摇缝插针 就是比喻抓紧时间 尽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空间 大嘴可真是了不起 苍虫先生 我们知道了 您一定也是见缝插针的利用时间做了那么多事情 是啊 我得跟大嘴和苍虫先生好好学习 我来看见凤插针的玩个游戏 摘个桃子什么的 毛毛 那我就要见凤插针的吃个竹子 睡个午觉 再见咯 我也得见凤插针 管理我的冰淇淋店去咯 别违赖我了 我的运气一定不差 前进七步 一二三四五六七 后退一步 和时间赛跑 破译动物档案 线索不断浮现 真相越来越近 调动知识 开动脑筋 猜猜它到底是谁 如果你们在我公布答案前 猜出它到底是谁 就算成功 可以继续前行 否则就要接受成 屏幕前的小朋友 你可以和小伙伴 或者是爸爸妈妈一起来玩 看谁能先猜出 它到底是谁 准备好了吗 和时间赛跑 破译 档案谜团 开始 喜欢甜食 绝大部分的食物来自花蜜 我也喜欢甜食 要是天天吃花蜜 嘿嘿 我也没意见 你也不怕hold着 它非常漂亮 又呈现着七彩金属光泽的羽毛 羽毛 那它一定是某种鸟类 还是一只漂亮的鸟 它是典型的小脚鸟类 不能在地面行走 在树枝上变换位置 也是通过飞行而不是行走 这个挺奇怪的 不能走 只能飞 往下听 它和羽燕有比较近的亲缘关系 会是谁呢 它是飞行大师 是唯一一种能真正悬停和向后飞行的鸟类 飞行大师 能悬停还能向后飞 别的鸟不行吗 好像不行 这个还真挺难的 呵呵 赶紧 好像快接近最后的问题了 不行 咱俩先蒙一个 还有一个条件没说 它一般体重只有几克 最大的一种体重也只有20克 蜂鸟 确定 它是蜂鸟 对 蜂鸟 一定错不了 恭喜你们 答对了 它就是世界上最小的鸟 蜂鸟 小伙伴们 你猜对了吗 蜂鸟 蜂鸟是唯一可以向后飞行的鸟 蜂鸟也可以在空中悬停 以及向左和向右飞 蜂鸟每秒能拍动翅膀80次 发出轻柔的嗡嗡声 这也是它们名字的由来 在飞行的过程中 它们的心跳频率可以达到每分钟1300次 好 好了二位 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跟吻我了 前进四步 五 一 三 四 四 五 四 三 二 一 神奇动物排行榜 在这里我们将猎鼠世界上最神奇的朋友们 有请蛟狼查客和胡侯大师 大家好 我是蛟狼查客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胡侯大师 朋友们 大家好 真高兴见到大家 我的老朋友 今天咱们要请出哪些神奇动物 好 我给个线索 我们只需要美味多汁的樱桃 吃掉樱桃 把果核吐出去 但是你也不应该吐口水 孩子们 你们也不应该这么做 没错 孩子们 不要在家里尝试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因为吐口水很不卫生 没错 孩子们 不要乱吐 没错 我们要请出本期节目的吐口水专家 今天我们要研究哪种动物能吐得最远 所以谁是最能吐的动物前五名 好主意查客 五个超级喷吐王来了 你们觉得谁会是第五名 好 让我们看看 第五名 让我们从超级喷吐的科学实验开始 它在做什么 它用细节精做的水吹泡泡 这跟兔有关系吗 因为当把空气和嘴里的唾液混到一起也能制造出泡泡 我们的第一位嘉宾就住在这个植物上的一间泡泡屋里 什么 这里的这棵植物 如果你能看到就会明白了 谁往那棵植物上吐口水了 瞧 这可不太好 快来把这个东西拿走 兄弟 这可不是口水 这可是某种动物的房子 不 我见过口水 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像是有人吐在植物上的 真恶心 好不是 看起来确实像是有人往植物上吐口水了 不过这其实是吹没虫的家 吹没虫是什么 这是一种住在用泡沫做成的房子里的小虫 看到那些小虫子了吗 它们喜欢吸食植物树叶的枝叶 你知道有些鸟儿喜欢吃虫 很香脆 如果直接站在树叶上就没有任何躲藏的地方 所以才会突出这些泡 没错 老朋友 这就是最完美的藏身之地 我没看到任何虫子 那些鸡肠碌碌的捕食者也看不到了 所以这些吹没虫是怎么吐唾叶的 从嘴里吐的吗 不 不是 是从屁股里 什么 吹没虫会在植物的枝叶里 把屁底吸进臀部 接着就吹出泡泡了 所以这些是屁股泡泡 不过看上去像唾叶 所以它们才会被叫做吹没虫 好吧 这些虫子能吐多远 用我们专用的神奇动物测量仪来判断一下 小小的吹没虫用泡泡裹住自己 所以和接下来要登场的动物们相比 吐的并不算太远 你知道吗 我想我能像吹没虫一样吐唾沫 什么 是的 我只需要深吸一口气 冷静 伙计 我们还是交给专家吧 好吧 让我们看看 欢迎第四名 大多数蜘蛛用猪网捕链 这真是一只大蜘蛛 它端坐在粘稠的丝线制成的网上 它已经捉到了一只苍蝇 蜘蛛通常使用尾部特殊的工具 吐牙之王 但是有一种蜘蛛不一样 这种蜘蛛喷出毒液捕猎 什么 没错 虎虎先生 它叫喷叶猪 它捕食的是其他蜘蛛 这很危险 其他蜘蛛可以反击 所以喷叶蜘蛛会等待猎物自动上门 凑进 再凑进 接着 吐 这就像一条缠住了蜘蛛的绳索 没错 虎侯先生 那就是我说的致命的毒液 喷叶猪真的是超级喷吐者 是的 只要吐一口 它的猎物就会被毒液麻痹 开饭了 那么喷叶猪可以吐多远 让我们打开神奇动物测量仪 喷叶猪的致命绳索可以发射到相当于它身体长度十倍的距离 不过 鉴于这种蜘蛛很小 还有更厉害的喷吐者 并且 大师 怎么 你在做什么 我这是在装喷叶猪 为什么这根绳子是糊糊的 这根绳子涂满了我的口水 你还跑吗 查克 我们能不能请出下一位动物 让我们请出第三名 鱼儿有时很难找到食物 看那些在水面上飞来飞去的可口的虫子 好吧 大部分鱼只能捕捉靠近水面的虫子 早餐就吃虫子 不过有一种鱼可以把虫子从天上打下来 它住在澳大利亚水域搜寻着毫无防费的虫子 那只炸蜡离得很远 对射水鱼来说不在话 什么 一般不是应该说射箭吗 怎么还有射水鱼 说的没错 不过射水鱼的弓箭就是水 它瞄准目标了 吸足水 射中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那么射水鱼能喷多远 让我们用测量机测量一下 射水鱼的高压水柱能达到喷叶珠的40倍远 所以大叔 这杯水是用来做什么 我打算像射水鱼一样喷水 不能 我们要没时间了 我们得赶紧请出下一位了 拜托 就喷一下 不行 让我们请出第二名 这是眼镜蛇 被它咬一下要没命的 尤其是一只小小的猫幼 快退后 别让眼镜蛇咬到你 没错 退后很有用 除非你和一条黑井眼镜蛇面对面碰上 什么 难道眼镜蛇会喷口水吗 其实它是从牙齿里喷出毒液的 它喷出毒液的时候会瞄准你的眼睛 这蛇真狡猾 所以黑井眼镜蛇能把致命毒液喷多远 让我们用测量机测量一下 黑井眼镜蛇 从前崖喷射的一股毒液可以比涉水鱼喷得更远 火狗你在做什么 我在保护我的眼睛 我可不想让有毒的口水飞进我的眼睛里 好主意 不过在请出我们最后一位嘉宾之前 最好要给全身做好防护 没问题 现在有请第一名 这里是安蒂斯山脉 南美人最喜欢的动物驼羊的家园 他们软乎乎的真可爱 的确是的 伙计 他们是若驼的亲戚 他们背上没有驼风 不过脾气却很差 所以可不要惹他们生气 为什么不能 这个因为当驼羊在生气时会疯狂吐口水 他们打架的时候也会吐口水 不过喷一点口水应该也没有那么糟 可不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驼羊会吐三种不同的口水 首先它会喷出一种警告液体 如果没能起到作用 它会再喷好大一口口水 如果真的被惹怒的话 它就会喷出一口绿色的驼羊胃液 那么驼羊能吐多远 看样子得请出神奇动物测量仪了 一坨驼羊的绿色胃液正好是一张乒乓球台的长度 好厉害 好厉害 驼羊先生 千万要提醒我不要跟驼羊打乒乓球 所以要比谁吐得最远 驼羊肯定是第一名 好厉害 好厉害 好了 下次再跟我们一起探寻世界上最神奇的动物 神奇动物排行榜 一定会改我了 前进一步 前进三步 我要成为掌摞腮狐的猫咪了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我正在打扮 不过你们一定猜不到我穿的是什么 你们绝对想不到 没错 看 就是羽毛 它们可是这一季的新款 全靠我最最要好的毛茸茸的伙伴们了 你们能猜到它是谁吗 它是一种眼泪 有着最美丽的蓝色 而且它特别会摇摆自己尾巴上的羽毛 没错 它就是孔雀 它的羽毛是不是特别的好看 而且它有好多好多的羽毛 我来数数 一二三四五 两百 真的有好多好多的羽毛 看来我可能还需要更多羽毛才能看上去像只孔雀 有了这些羽毛 有了这些羽毛 看起来就更美丽了 尤其是它摇摆着它那蓝色尾巴的时候 快看它走路的样子 不过我昂首挺胸走路的样子可比任何孔雀都要厉害 好了 我还是不跳舞好了 不过既然看上去这么美 这些可能也不那么重要 爱你们 再见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 再会 好 好 看我 答应 让我靠近你 可别闹脾气 让我了解你 它分享小秘密 Together, together, we are together Together, together, we are together 好伙伴我和你 好伙伴全神奇 好伙伴最新 好伙伴不分离